接下來要跟各位講的就是有關於天瓶使用的一些注意事項 第一個 撐涼化學藥品的時候通常就需要一個撐涼紙或撐涼瓶 我們在國中給你的就是撐涼紙 先放個紙 就是不要讓化學藥品直接去接觸那個襯牌 免得發生污損啊 什麼話啊的這些事情 那因為你多了一張紙 所以理論上你在歸零的時候是要連撐涼紙一起放上去歸零 地方上歸零的 所以就是第一個你需要一個撐涼紙 撐涼紙 然後不要把物品藥品直接放到襯盤上 就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考試喜歡有人會問的 就是你要如何去取用你的砝碼 答案要用鑷子去假取 不要拿你的奶油桂花手直接去抓它 你的奶油桂花手上面會有油或什麼之類的 會有污損的狀況會可能使它生鏽或怎麼樣 會使你的測量不再精準 所以要請用鑷子夾取你的砝碼 不要用你的奶油桂花手去碰它 再來就是說要把它擺中間 重的東西擺中間 就是讓它重心能夠穩定 不要晃來晃去 容易翻倒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把它的集中在中間 就是它上面所顯示的狀況 小事一裝 再來就是要顛倒座 什麼叫顛倒座 平常來做 比如說我給你一個木塊 請你去趁它質量多大 你會把木塊放左邊 然後在右邊開始加砝碼 加到它跟木塊一樣的時候 就表示砝碼加起來質量就是木塊的質量 可是如果我現在要請你取用 10公克的氫氧化鈉 做法是顛倒的 你是先放10公克的法碼 然後再開始往另外一邊加藥品 加到兩邊平衡為止 就表示你秤了就是10公克 所以這告訴你說 做的秩序是顛倒的 如果我要求你秤20公克的什麼什麼東西 你就先放20公克的法碼 再開始放那個東西 放到兩邊平衡 這告訴你說 做的秩序是顛倒的 以上就是使用天平的一些注意事項 還有一個喜歡問的問題 叫做 任何地方天平的測量結果都一樣 我在地球上 我在月球上 我在高山上 我在海底 我拿天平秤質量 結果都一樣 平地秤20克 高山上秤20克 移到海裡秤還是20克 搬到月球上秤也是20克 講這句話其實有個前提 就是說天平如果可以用的話 如果天平可以用的話 可是有些情況下是不能夠用天平的 什麼情況下不能夠用天平 所謂的無重力狀態或失重狀態 比較正確的講法 是失重狀態 不是無重力狀態 你們在電視電影上 看他的太空人啊 飄來飄去啊 好像沒有重力啊 把他往下拉啊 那個其實是有重力的 太空船的高度只有幾百公里 未來會告訴你地球半徑6371公里 你離地球表面6371公里的地方 你的重力還有四分之一 所以那你只有幾百公里 那集中力還是非常的大 老師那既然有重力 那為什麼會飄來飄去 我不解釋 我不解釋 我們到國三的時候 會用一種國中生能夠聽懂的方法解釋給你聽 但是他有不同的講法 那我們會用國中生的同話解釋給你聽 反正其實那個太空船的飄來飄去 有沒有重力 有 可是看起來像沒有重力 所以我們叫做失重狀態 失重狀態 天平上放東西它不會下來 因為它的天平的原理是三明教教的所謂的力矩 力矩 它不會下來 所以你左邊放一隻大象 右邊放一隻螞蟻 它還是會平衡 你就說大象質量等於螞蟻質量 但是不對 所以失重狀態無法使用天平 那如果天平不能用 不在裡面 就是不能用嘛 那如果可以用天平 測量結果通通都會一樣 就是我們考試喜歡問的重點 考試喜歡問的重點就是 如果可以用天平 它的測量結果通通都會相同 OK嗎 OK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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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